欢迎收看武器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今天的美国股市因为 华盛登日休市一天 那台股今天在电子全职股 拉回之下早盘本来是下错的 可是主场依然在中小型股上 加上金控股同步的上攻 推升大盘 指数盘中由黑翻红 好 挺过的股神砍台 记得乱流之后 台股开低走高 指数有机会整理之后再上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王教立 教育老师好 明君好 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邓尚伟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美股今天休市 但台股今天体感的涨幅 居然还蛮高 怎么说呢 好 尽管台积电今天表现没有很理想 但是至少挺过了股神 狂砍台积持股的乱流 台股 股价的走 这个股市走势是开低走高 有没有机会整理之后再向上 我们看到几个非常hit的族群 星宇航空完全不回头 今天盘中 它新贵股票没有涨跌幅 盘中一度大涨了50% 你没有听错 那其章天以来的星宇已经大涨超过了一倍了 我们带动到的是航太股跟军工股 今天非常的热 好 突破集结之后就开始喷了吗 为什么这个军工股也沾上边 因为布林肯跟王毅两个人 在慕尼黑见面 从早呛到晚 所以美国制造概念股 谁先得分了呢 请问老肖老师对这几个族群的最新追踪跟观察 再看到景气回升 外资现在狂买什么 面板股 群创跟天狱两档个股创高 但你不敢追怎么办呢 宏家军面板小兵 有一支股票很不错 为什么车用面板现在出海口扩大 让陈美财股价非常的强势 到底在涨什么呢 产业的运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 可以大家来留意呢 除面板之外景气循环股 现在也盼到春天的是记忆体吗 因为记忆体的报价开始跌幅收敛了 走势可不可以复制面板股的强势呢 请问赵丽老师的最新看法 再看到现在果粉们可能要先存钱 因为劝败果粉的讯息出来 iPhone 15今秋推出 传出有这个大改版 加上电动车一起催油门 红海是最丰收的一档标的吗 红海之外 怎么关注一下几个车用相关的应用族群的各国表现 641的今年 很多小股东们去抽他的股票 重限率非常低 但他车用电子商机持续的成长 股价来到了满族区了 但是没跌 还有机会再冲吗 哪些车用股的未接低 技术渐行转强了 你也可以留意呢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美股今天修饰 白想说大盘今天应该蛮冷 但没想到体感温度很热 大型股没动 中小型股倒是非常的活泼 大盘今天因为美股上个礼拜五表现比较震荡整理 早盘开低 台积电也没涨 不过没有多久就翻红到了盘上 中场台股市上涨71点 收在15551 成交量2083亿元 好 台积电今天没跌 鸿海也没什么表现 不过中小型股倒是蛮活泼 金控股的部分呢 尤其这个比较没有受到受险干扰的股价 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从大盘来观察 今天这个红K棒又让大盘收复了 五日线跟十日线 我想问一下老蝦老师 为什么大盘今天表现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好 整理上我觉得要化繁为简 为什么这么讲 从整个加群指数的一个K线图里面 你会觉得说 它好像出现一个横向的一个整理格局 加上很多朋友也许你会去看这个缺口 我觉得等到看这个缺口就有点晚了 倒不至于你只要把每个平台 它的平均交易价抓出来 你就可以很正常做出评估 我举个例子 我们先看这一次的13981 你只要把这个平台抓出来 然后得出市场的平均交易价格 分成A跟B A代表我要涨 B就是提防它要跌 老师意思就是说把这边高低点 对 你只要把整个框架抓出来 你就可以做评价了 同样的我们看右侧 右侧它近期就是 从这一次的新春开红盘之后 你应该看这个区间 看完之后第一个为什么它形成整理 因为国际股市进入整理形态 是要一 加上你会发现到台北股市 今天在整个亚洲区里面是最强的 也就是说台股的强度已经高于 不管是从上证日经到首尔 我们比它表现得更为强悍 所以你就要抓出市场的一个底线出来 当我们一旦把底线抓出来 我们再来回顾国际股市的部分 国际股市最主要就在于 新的月份我们讲VIX恐慌指数 因为它冲过21.15 所以市场就会把警戒度拉到最高 也就是说警戒而来 假设在本周有机会跌落21.15 代表国际股市还要涨 反之它在21.15之上 台股你在选股的过程就很重要了 你要去找到它一定是单行道的 我肯定是不管行情怎么走 我就要往上做挺升 相对的你在操作上 你就觉得容易度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首先我们先看左侧 各位请看 我把过去从上周 从2月14号一直看到 今天的2月20号 画面上你所看到 这是加权指数的走势图 加权指数你分别在上跟下 各画出一条平行线 这条平行线叫做15624点 底下这条叫15467 好 你已经有一条底线了 也就是说除非紧接而来 未来加权指数守不住15467 代表说短线上它会有一个修正期 它只要能守住15467 整个框架是OK的没有改变的 关键在于那这两个数字 是从哪里而来的 所以我们看右侧 你一看就很清楚 第一个15624也就是去年的高点 18619到12629 所以叫15624 这个我记得 这个很单纯 所以这里都是15624 就挡住了 底下为什么是15467 我们刚刚讲过 你也不用去看什么跳空缺口 你只要把近期这个整理区块 抓出来最高跟最低 最低点叫15265 也就是说从1月底以来到目前为止 就是青春开红盘以来 这是第一天的开盘 隔天大跌 这个大跌的最低点发生在15265 这一次的最高点叫15669 所以你看过去这几天分别是15467 15467 今天不是还是15467吗 所以他告诉你 我整个主结构是467到15264 这个整理形态 我们把上面的压力找出来 那下面的支撑就是 这一波的低点到目前高点的 这个平均值15467 所以老师认为说 现在目前可能整理框架 在除非 他就守在15467 除非突破15624 可能又有转强的机会 这老夏老师对于指数的观察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看什么 就是说你说 那我针对台股粽子 它是个整理形态好的 那会不会有什么大跌的一些讯号 可以提供给我 那很简单我们只要一看 各位请看 我们把过去历年来 台北股市就外资的一些买卖超 2017年外资净买超是1552亿 对 接下来卖了3500 然后买了2441 卖5300 卖4500 卖一兆2000亿 有没有一点良心 卖这个样子 所以当然就会有这个回答 可是我们看今年 不错耶 今年光是在今年1月份以来 已经买了2000亿 所以我们去看 过去历年来 它只要是站在买方的 这一年呢 它就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多方 那紧接来 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 近买超高超过2000亿 所以我们预计 除非你在未来看到 外资持续性的大卖 否则台北股市这个多头 是持续的 好 整理没关系 但是如果多头持续的话 找股票就很重要了 那我们今天两个族群 来追踪一下 其实老师都有讲过 那怎么看一下 相关呢 潜力个股的变化呢 第一个是 我想这个礼拜 应该所有的股民 都在聊涨个股 星宇航空2646 为什么呢 因为它新贵股票嘛 没有涨跌幅 但也涨得太夸张了 今天最离谱 今天盘中一度涨了54% 一天54% 我们看一下台湾虎航转盈 拼这个下半年要转上市的 创新版 那星宇成为 虽然所有人想要出国 做的这个航空公司 星宇的股价呢 已经超越了大哥朝鸿航之外 今天也正式赢过了虎航 本机EPS要挑战0.5元 那我们看一下 星宇航空跟其他台湾航空公司 一月营收 年增率最猛的就是星宇啦 这个有20倍以上的年增幅度 这个月涨了16 这是虎航这长了16% 那星宇颈椎带 年增幅大概12.95倍 这个月涨了104%是翻倍了 除了这航空股之外 其实航太族群也是很热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维修飞机 或者是军工相关的需求呢 一样是在盘面上面发酵 因为今天这两个人 在慕尼黑会面呢 就从早呛到晚 然后代表中美关系 依然是很紧张 布林肯会王毅不欢而散 所以说军工股 今天的表现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不然是军工股 或者是航太股 到校市都有从这个 这个我记得分架集结表 跟大家来做观察 这么的强 要怎么买 整体上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就是说面对金融市场 只要去找到会涨的股票就好了 各位一定会很生气 我也知道要找到会涨的股票 真的是很难找 那我的看法呢 这个美中抗衡 就如同两年前 张忠谋董事长当初提到了 这个已经是确定了 就是说国际间这个保护主义 大幅度拉升 那该怎么办 来提供大家三个最主要的议题 好 这个短期间不会有任何的 我们认为这个要改善难度很高 所以你未来的选股就只有这三个 一个你要找外资是进买超的 好 那第二个 这个军工股肯定持续是乐观 第三个就来到美国制造 一二三 掌握这三要素 理论上你所挑的股票 都不会让你太失望 那最后该怎么办 我们讲过 你去看它的一个集结 也就是说只要是站上集结的 那你不要忘了它就是单行道 所谓的单行道就是它只能往上涨 你去找只能涨的 它不能跌的 那如果只能涨的往下跌呢 那你就该走了 那不就很简易了吗 所以我们举例 我们从这个画面里面 从台船 梁维 陈美财 一路下来到6715的佳基 这是所谓的集结区 目前除了台船 我没有画圆圈之外 全部都是站上集结区 站上集结区到目前为止 没有拿到五分的 只有一个叫伟创 其他的通通是五分 佳基 天宇 华兴 华航 群创 荣钢 陈美财 梁维 代表这些个股它就只能往上 它也只会往上 你第一个你已经很简易了 接下来像伟创 第一个它站上集结区 代表说虽然它的趋势分析的指标 尚未转正 可是这个多方是持续的 这些都是近期外资 是站在买方的 再来我们就看今天的台船 今天台船它其实是拿到五分的 为什么它今天可以走势 非常的一个强劲 我举例我们看左侧 上周五是2月17号 这是今天 今天早上呢 第一个它开一个小高盘之后 接下来就急涨了 关键在于 我哪知道它会涨 对不对 我要知道它会涨 我就这里可以买 这里可以买 我这边当然也可以买 关键在于 我如何知道它会涨 我们就看右侧 各位你可以 我记得老师台船是你选出来 本来上礼拜就得到五分的股票了 对 所以各位请看 它很明显 就是说在于 来 这个是个集结 记住 什么叫做集结 集结也是说 我们希望知道 任何一档标的股 任何一档股票 我希望知道 现阶段全台湾去买进 这家公司的投资人 赚钱跟亏损的比例 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赚钱的人占大多数 那这档股票看涨 对 大部分的朋友持有这家公司 都亏损的 你就不要挖过 因为你都亏损了 所以我们来看右侧 你一看以台船为例 它的主要集结不就落在这里吗 就这一块 对 好 我们把它画出来 这里叫A 这里叫B 这里叫C 也就是说如果股价在A区 代表说绝对多数的持有人 都是赚钱的 所以这档个股 我们叫集结喷出 它要看涨 相对的股价落在C这个位阶 那代表什么 代表C往上全部套了 对 纵使未来要涨 我要不要让这些人都解套 要那很累 对 所以C你就要提防了 这种个股就比较弱势 相对的如果站在B之间 它在整理待变 所以你就等 等什么 B 商品价格如果落在B 一旦重返这个A集结区的上源 你就要做买进 然后它就涨给你看 就这样子 好 这个台船 这几个这个集结区 只要站上去之后 就突破喷住的观察 其实上周老小师 就已经提醒大家 军工股当中 这个台船的不管是 WMA或MACD都是翻证 那集结区正式的有效突破之后 就一路不回头了 另外中美之间的强烈的这个 对峙感会这几年持续的发酵 老师有提过 现在不只是台湾厂商 去美国设厂 世界各国去美国设厂 连中国大陆都不得不去美国设厂了 所以有在美国耕耘的台湾厂商 其实也可以留意 对 所以我们的看法 你要去留意 有哪些是美国制造的 接下来渴望开花结果的 好 举例 今天台北股市如果最强的 应该叫做6288的连加 为什么那一开盘呢 大概只有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它就涨停了 这算是最強的 好 来 这是二月十七 你如果看二月十七号 你看不出来它为什么要涨 对不对 那整体上不见得看这种叫江坡图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统计 你可以去算 每个人都知道它要大涨 你说真的吗 好 你们看右侧 各位请看 画面上的右侧是统计 10月28号到2月17号 因为你如果是到券商的网页上面 它提供给你的 就是过去72个交易日 好 你一看 它整个主要集结 不就落在这个区块吗 它就落在这个区块 我们讲过嘛 好 这里叫A嘛 这里叫B 这里叫C嘛 好 C呢 如果你是积极的 你不但不应该卖 应该卖 你应该站在空 好 你应该进场可以去做积极 先空 先卖 再卖 因为代表这一堆都套牢了 那这些套牢的呢 比较很弱 对 肯定要涨要让它解套 很难 好 B 它在一个整理 相对的它只要站上这个区块 来 各位请看 它是不是站上去了 对 然后它只能走单行道 它只会涨 不会跌 然后它就啾 它就上去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他建议开盘开26块左右 就这边吗 对啊 就开到这里来 这绝对就是要喷出了 你也不用拆了 他告诉你 我就是要去了 你就去挑要涨的 你不要去挖挖挖挖 其实不难 那整体上我们在上周 有帮各位做个整理 这是在目前台商 在加州就上市贵公司的 在加州 在亚利桑那州 在德州 在华盛顿州 在密西根州 那这些个股 那连加主要是在密西根州 它主要是做电动车的 所谓的LED的模组 那我们目前所知道 有拿到六大车厂的一个订单 所以股价当然表现也强 好 这些表格里面有一些个股 好 夏老师先挑出来了 比较有机会 转强集结喷出的料理 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我们持续会帮大家做追踪 我们举例我们看一下 从连加拓凯 人保一路下来 一直到从业中美金 这些都是有在美国已经设厂的 设厂并且已经开始 都有在量产的这些企业 那么现阶段拿到五分的 有连加拓凯 以及五四三四的从业 我们就看一下拓凯 各位请看 拓凯在上周五 上周五的股价在这里 就这一根红色的 这是上周五 有 记得 即将喷出 这就即将喷出了 真正的集结喷出是在这个点 所以本周如果有机会 股价站上这个A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大家 做留意的一档标定股 好 留意一下 大家如果对拓凯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的集结区 老孝师刚才已经点出来了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张美国制造概念股 在未来只会越来越火烫 哪一些个股 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 甚至开花结果 大家可以留意之外 主要是因为股价的表现 怎么样找到会涨的股票 可以观察一下 老孝老师整理的分价表 跟站上集结区 就有机会做一个 比较明显的喷出 同学们如果对这个表格里面的 个股任何兴趣或想法的话 或是对操作军工航太族群 有问题的话 哪些个股强到不要不要 可不可以拉回做买进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老孝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相关的标格内容 选股的方向 老孝老师每天会做更新 同学们有空的时候 可以拉可以拉 跟老师加个朋友 你的持股问题 也可以跟老师来做请教 还要讨论 口号来一下 台北股市的电子股 由于是低档的 真的开始痞疾太暖了吗 双虎这个全创跟友达 行情持续的烧 面板股的外资 买这么多为了什么呢 那面板涨了 驱动IC涨了偏光版 会不会是下一棒呢 请问赵玉老师 设计下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 五七股市同学会 其实很多的小股东 去年应该买面板股 蛮悲惨的 因为蛮不开心 不过今年以来 应该慢慢地露出笑颜 春江水暖 老板先知嘛 为什么 面板股明明还在亏钱 可是外资一直买就算咯 老板自己也加码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友达的蓬双浪 十二月加码友达 一千张的持股 你为什么要买在十二月 怪怪的 那科富人呢 这也是友达的 十一月增了六十张 十二月买了两百四十五张 也是在这两个月狂买 交友期是这个财经的 十二月份买进财经 有七千五百张的持股 面板果然真的涨了 日韩大厂转进AMO类 被淡出面板让偏光板也发动了 那两大厂包含成美材跟明基材 都切入了车用效应浮现 过去的时候涨到面板 几乎是鸡犬升天 驱动IC跟着涨 偏光板跟着涨 但面板一不好 大家都一起嘻嘻嘻 那最近比较强的是群创跟天狱 两房各股都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老师这两房的各股 怎么样来做观察 如果说面板的扩散效应持续的话 偏光板它的题材又是什么呢 对 没错 等一下我们再针对面板的部分 来跟大家讲 那先讲面板的逻辑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波来讲 就是比如说像连勇 天狱这些股票开始起涨 那起涨完之后 其实到最近这几天 你有没有发现 天狱你看一下天狱 4961的股价好了 最近这三天它的涨势是这样 那你看3034的连勇好了 3034 但你有没有发现 这三天还好 其实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最近的连家军的股票 跟面板有关的 其实以鸿海家族的比较强 你比如说像2409的友达好了 你看2409有 很强对不对 真的是算很强 3481的群传 有没有更强 有 更强对不对 对 好 所以你看一下 4960的所谓陈美财的部分 对不对 8215的民基财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 没啥强 对 对耶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 那我想其实 就产业面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这样说 很多人都会说 其实大股东或内部人 买股票的时候 是不是买点 这个你要搭配一下 你要看产业 假如产业真的快到谷底了 快到了 就是已经摔了一段 快到谷底 股价也真的回挡到 一段的时间的时候 当这些内部人买进的时候 其实你要 还一起买 对 一起买 对 一起买 对 没错 你就要 其实你要建立新型 你知道 那有些公司它是不一样的 它在股价已经拉了一倍 两倍甚至很多倍 它在高涨实施库长股 你不要傻傻的 有时候公司 对不对 因为它实施库长股 你要想 是不是它没办法 调节还是怎样子 所以很多已经真的 涨了一大段实施库长股 你不要傻傻的跟着去买 所以这两个刚好是反向的 跌了一大段 产业真的 你要先看产业 假如真的是在谷底快接近 甚至于谷底已经过了 你要跟着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部分 面白国的操作 等一下老师会讲清 那我们先从整体的气氛来看 现在连产业谷底要翻身的 驱动IC最惨的面板都涨 为什么呢 整体全球投资的这个氛围 是不是真的转得比较好 所以我记得你过去有讲过 如果迷因股又开始 代表说 其实股市是有涨的讯号 对 来 你看一下 其实大家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害怕错过 所以散户 我都说你指美股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现在也是在贪婪 就散户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月份 我当时 元月份这是指美国 元月份散户的交易金额 竟然占股市的四分之一 你不觉得这个是历史新高 你不觉得这很扯吗 好 来 重点来了 现在是上演迷因股的2.0 所以投资者们 在操作上来讲 假如说你真的刚刚进来 你对于股市不是很了解 你有时候会去玩投机股 我觉得那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还不懂 可是当你在股市市场 操作久的时候 你要慢慢的这样 往上提升 你知道吗 你知道 这时候疫情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 这个真的在历史新高了 散户每天买进的 每一股的总额好 来 在疫情的这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散户进来 那时候散户买什么 GameStop AMC院线 3B家居 我指一个GameStop好了 GameStop从个位数字 涨到120块美金 就瞬间 大概一两个礼拜吧 120块美金 跌到这一波 你知道跌到多少钱吗 15块 现在大概21块 当时更低 对 所以我的话 然后人家也在进化 你知道吗 你操作你一定要进化 就是说散户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有可能那时候真的 不是不要说傻傻的啦 觉得很好赚 你知道 一倍两倍三倍五倍 随便买随便赚 对随便赚 好来 那重点 你看他现在买什么 第一名买Tesla 散户喔 是喔 已经不是GameStop那种了 对不是喔 我跟你讲 第二个买标普500的ETF 第三个买亚马逊 第四个买苹果对吧 散户进化了 所以我才说大家真的要进化 所以我说最近有些投机股掌 你不要真的傻傻的又跳下去啦 真的 我个人觉得人家已经进化 你也要跟着进化 所以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逻辑 大家有没有 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的指数 不管是美股或台股 其实都一样啦 对 尤其美股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 现在的震荡肯定是很大的啦 为什么很大 因为现在通膨 其实降的速度不够快 对 所以大家把利率的部分又往上升 比如说从4.75到5 现在已经推升到搞不好5.5了 5.25到5.5 所以大概多了两码 所以这一部分当然它会产生股票的一些 本益比的压抑等等 可是重点来了 这一波的指数上涨 为什么 因为从之前的硬着陆到软着陆到不着陆 对 你知道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两个是在拉扯的 一个是利率有可能会往上调 对股是不大利 但是一个是硬着陆变成软着陆 甚至不着陆 冲击变小 重点是人家还觉得不会衰退 对 现在就是很矛盾的一个情节 对 所以在这么矛盾的情节状况之下 短线赏而言 不容易指数连续性中说 因为有多有空 这个地方它还在自杀 所以你会形成所谓的 涨上去好像又遇到压 又下来 下来又就是冲来冲来 你知道吗 台股你不觉得是这样 你不觉得很多的股票都这样 好来 但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位阶低的 比较安全 对 所以来了 重点选股的逻辑有几个 当然你可以最强势的股票 可是我觉得位阶低的产业 真的已经到谷底过了 或者是说即将谷底过的 好 为什么 因为刚刚一提到 刚刚有提到 因为现在假如你觉得 是会所谓的不着陆 就是经济它不会衰退 它还会成长 只是说它成长的幅度是比 当然比去年小 可是假如是这样的 乐观的预期的状况 你说这些产业不会复苏吗 肯定复苏的 怎么这谁都会复苏啊 对不对 我就好来 那股价位阶你搭配一下 你比如说像面板好了 当然现在有些的外资 或股东西建商 开始有些跳出来说 面板的报价会反弹 调高目标价等等 认为面板的评价 它有具备吸引力 另外一个 有一家颜料机构 他认为今年第二季的 出货量的部分 有可能年增19% 今年有可能年增27% 我问大家 这多难你知道 今年电子业 你在第二季跟今年年增力 要比去年同期成长 这可可可怜 这就很难的啊 你知道 所以我有一家颜料机构 它是这样预估 所以假如是这样子 跟这样子 你不觉得 其实它的谷底真的过了吗 好 第二个 刚刚有提到的 这一些 老板自己买 第三个 驱动IC的模式 已经从联勇到天狱 这一些驱动爱 所以我觉得联勇这些 你比如说像 334的联勇 好 你又发现 其实这个长得太动了 那4961的天狱 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跟郭董有关系 等等又要 不是郭董要选总统吗 对 要选总统 这个你看一下 大家 可是你看其他的 鸿海家族的股票 不见得会动 对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位阶底搭配 他们真的景气 刚好谷底过来 面板这一块 那等一下再讲 4961的天狱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轮动 这边上来对不对 然后之后面板三雄 对不对 你像优达群壮最近的股价 说真的也很强 2409的优达好了 你看一下 对不对 也很强 3481的群壮 好 3431群壮 这种都很强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种 因为股本大 它都还是会震荡走高 有可能涨多 拉回一下 拉回一下又会上去 好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鸿海家族的 这个鸿海家族的也比较强 那这个也OK 那陈美财的部分 你看4960的 陈美财的部分 对 你看一下 你看它好像股价涨很多 对不对 从10块涨到13 这个其实很强 你把它打月线来看 我等一下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这张股票 其实说的 你要再特别看一下 你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对 你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已经从高点 42块多跌到这边 跌到3块多的时候 那时候是因为 银行雨天收散 那时候市场派 等等一堆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真的在疫情过 几乎没有涨 可是重点来了 这个是月线 你没有发现 10年大底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高点是16块 我觉得会过 你看一下 这一根红棒 对不对 你假如日线 你会觉得涨很多 可是你就月线来看 其实真的 然后你假如搭配KD值 它是月的KD值 刚好低档向上 下面看一下这个KD 对 你看一下 月KD 对不对 是不是刚好低档向上 你假如说 以这种形态来看 你就会觉得 它应该是 有一波段的大涨的一个机会 好 等一下 月KD大底进行 4927的泰顶的部分 4927泰顶之外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部分 对 你看一下 日线图 日线图 看一下4927的泰顶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整理完之后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也有低轨道卫星 因为它也有车用 然后它布局在所谓的 泰国的部分 所以股价来讲 也出现转强的一个情形 当然它有miniLED的部分 好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留意 我们看一下4960的陈美财的部分 我跟他报告 洪家军里面的这个做偏光片 大概是这样子 偏光片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讲 因为含厂的部分 其实像LG 三宋 他们慢慢的都退出了 传统的LCD面板的部分 往AMOLED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们的偏光板的部分 也慢慢的撤出 也慢慢的撤出 所以整个偏光片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它现在的价格也比较好了 竞争的 就产业经过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 当然对于这一些股票 相对上来讲会比较有利 那为什么要特别看一下 因为你看一下 陈美财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 他在去年的时候 4月份的时候 郭董的爱将 其实郭董自己投资面板 大概个人投资 1000多亿台币 你知道吗 那不管是夏浦等等 好 你看一下 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现任夏浦的董事长许廷珍 进入了陈美财的董事 在2020年前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群创的部分 是退出了陈美财的董事会 现在反而是郭董的爱将 夏浦的董事 许廷珍 来加入所谓陈美财的董事会 在去年4月份 那加入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夏浦的借工厂 或者是广州的超市界 等等这一些 你说还有群创的部分 这些单不会给他吗 我觉得当然应该会 同集团的部分 那电动车的部分 面板的关键零组件 鸿海是在发展电动车 所以美财有做面板 车用面板关键零组件 没错 它的边光板的部分 对 没错 那财物体质的部分 因为之前大家 我跟大家报告 两年前 就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对 57亿 你知道两年前 它的现金 约当现金只有大概5亿 你看现在变成57亿 它的金值大概16块出头 所以我觉得假如说 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这种股票你看就知道 我觉得这种 基本上来讲 股价应该还有不小的一个空间的 好 这陈美财的题材 外加从月线来观察 股价的确是在 长时间的一个大底 那这个月的月K出现了 蛮大的一根红K棒 老师认为其实 在整个产业的这个 从谷底翻身的这个 转变的阶段 如果配合技术面的观察 也许可以多做留意 老师讲到 现在可能要找的是一些 有机会 从这个谷底翻扬的主群 除了面板之外 另外一块是记忆体 我觉得记忆体 其实赵老师也追踪很久 不好的时候 真的叫大家避开 又跟着报价走 可是现在 你又怎么样来看它呢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讲 因为大家对于产业的部分 相对上来讲 真的是比较乐观 就如同我所提到的 从硬着陆到 软着陆到不着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跟大家报告 蓝亚 记忆体的部分 其实产业也是这样子 这个是类景气循环股 很多大厂都不破产 都减产了 记股票就是这样 有可能一开始减产 一开始裁员的时候股票会涨 然后之后当然要整个 基本面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部分 好 那重点来了 其实藏心存储的部分来讲 它是做低润的 其实因为美国的制裁的部分来讲 所以它的 它背入黑名单 对 没错 所以它本来新厂的运作 有可能本来是今年 预估到 现在有可能延到20 明年到后年的一个水准 再加上一些大厂的 缩减资本支出的部分 所以现在记忆体的报价 大概是这样子 开始真的跌幅收斂 跌幅收斂就简单了 因为股价大概就会震荡走过 等到它的报价就像面板 报价真的预期又要反弹的时候 其实它的股价都容易长 好 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讲 其实它是一个 你看一下 它的性质大概在59块附近 你看一下 本益比的部分你不能看 景气循环股 你千万不要去看本益比 对 你看这一条本益比的线 跟这一条本益比 你看它那时候股价 反正赔钱的时候 我跟你讲 几乎没有本益比 就是大概你不能看本益比 这个波动太大了 你要看股价净值比 就本境比的部分 这一条线的部分你看一下 这一条线 大概这一条线 红色线的部分 这个大概一倍 这个是周K的部分 你看 几乎跌到一倍的时候 都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目前来讲 其实你看一下 2408的一个 乃亚科的部分 买点是不错 可是会不会涨很重要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说真的 因为这些股票 我个人觉得 以目前来讲 因为资金其实 就从美股的部分 其实现在大家是贪婪的 现在其实 就很担心来不及 没跟上 怕错过 所以有一些真的涨很多了 我相信 那个是易高 冷胆大 一般正常人不敢 心脏没这么大 他一定是找那种比价补涨 好 那你既然要比较补涨 你一定要找产业快 谷底过了 或者已经过了 我觉得这些 然后你有股价净值比 相对是偏低的 就历史来看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有机会的 好 提醒同学们 今天包含了面板族群 跟记忆体族群 赵老师都给了 比较乐观的看法 毕竟度过去年的 这个非常悲惨的情况之外 我们看到面板 包含了优达跟彩晶 老董 董事长 总经理 自己加买买股票 管股价今年以来 表现非常的飘悍之外 记忆体部分 也看到报价的跌幅 慢慢收敛了 那双低族群 从这个咸鱼翻身的行情 怎么来做一个 相关标的的操作呢 同学们可以参考 画面上面 我们赵丽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方的QR Code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可以找到老师的Lineate 那不管是低润族群 或记忆体族群 好 这个面板族群 涉猎的股票非常多 那这个量不够的情况之下 轮掌轮动的节奏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呢 都可以跟老师来做请假 还要讨论 广告来聊一下 这个宏家骏最近不错 刚才教老师说的 包含了群创 天狱 甚至成美才 国家表现都非常的亮丽 那郭董的本命 宏海又怎么样呢 宏海现在有这个 瓶盖跟电动车 两大力度的加持 第一个是iPhone 15 要大幅度的改版 电动车呢 刘洋伟要去美国要订单 今天还有说低轨卫星 要发射了三大力多 宏海这个大引擎 要准备催下去了吗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 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其实最近 这2024的大选 就是明年的大选 其实大家都是 有蛮多的关注 最近有很多的声音 跟新闻传出来 那这个两党要选谁呢 其实人选还没有桥定 不过呢 我们宏海的创办人郭董 上个礼拜的声音还满多 但他的爱妻 IG上面破了一张照片 在打高尔夫球 他说纷纷扰扰 随风而去 学习优雅跟平静的力量 是否要来回归一下冷静呢 但股价方面可就不想冷静 为什么 因为最近宏家军 新闻频频的上 是 第一个是宏海自治地轨卫星 今年要升空了 那首颗自治地轨卫星 叫珍珠号 预计今年升空 所以台阳剑和乙胜一起研发的 有机会吃香喝辣 而电子舞哥领头 要壮大台湾的这个太空国家 对 第二个是呢 宏海的这个 主要的客户苹果 说今年秋天要发的iPhone 15 确定会更新Type C的充电接头 预估Pro版才会更新升级 那收惠股有 创为威风店跟伟权店 那不管会不会升级 我想iPhone 15的大改款 一定对销量很有帮助 也为宏海的代工的量能 增添不少的柴火 那我想问一下邓老师 我们上个礼拜 特别提醒大家 海基店要整理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宏海的表现 宏海的讯息真的很多 那不管从这个基本面 产业面 充满面的观察 是不是真的其实 有在发动的迹象 是的 其实各位看宏海 除了今年有自治的 这个第一轨道卫星 那最重要是大家在关心说 他会不会选总统 那基本上这个都不重要 我们回到技术线型来告诉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宏海的州 宏海的州线 你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各位说 这一段时间盘整了多久 好久 但是我的州KD是低档才刚交叉 所以基本上它就非常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台积电会先整理 大概一个礼拜 那你如果空手的原本要买台积电 先去买宏海 因为它随时要发动 因为它整个收链已经到了底部了 那你再看宏家军里面 有没有谁先发动 有的 就是大家看了4961的天狱 对 那我们把这一块放大 好 我们把近期放大一下 好 停 低点87 颈线位置136 所以1比1等距离会到185 那请问今天来到多少 181 不要追了 对 就是他也在走所谓突破之后 1比1的等距离 那同样到底说 天狱他已经带头说 我在走这种模式 那宏家军里面我们回到第一章好了 好 来 第一章呢 既然今天有提到说 那第一轨道卫星相关的 宏家军里面的台阳 健旱 乙胜 同学们这三支 有谁刚突破颈线 有的叫做台阳 台阳 来 我们看一下2314台阳 2314 2314 2314台阳 这里33.5这个颈线 对 突破了吧 突破了 今天本周刚站上 也就是说台阳 健旱 乙胜 这三档选一档要选台阳 因为他正在攻击 不信你看3062的健旱 好 看3062的健旱 景线这里还没过 好远 还会整理 对 再来5243的乙胜 好 5243 乙胜KY 景线在这里还没过 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天狱突破颈线走1比1等距离 我台阳今天站上颈线了 今天是礼拜一 本周的第一天已经表态说 我已经突破颈线了 好 再来就是来 iPhone15里面 你说创围 威风电子 伟权店 好 我们一样快速看 6104的创围 6104 颈线 过啦 站上 上个礼拜站上 这礼拜 你会发觉今天礼拜一 创围的走法蛮热闹的 对 蛮强的 今天很多盘中连线 就很多老师在介绍了 你看看6756微风电 6756微风电子 差一点点的微 还没有 还差一支 2436的伟权店 2436的伟权店 这个也刚出 所以你如果说100多块的 就挑创围 你说几十块的伟权店 可以留意 那威风电可能还会再整理 再整理一下下 这个就是提供给同学做个悬骨 洪家军的天域再上去空间不大 当然我说过 突破几间会走1比1的等距离 所以各位看 从之前的得尾 对 是不是突破1比1之后 还有高点 有 所以今天就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那经验呢 对 我想问 你说1比1到了 可是它不跌 已经1到1 3 1了 它也不跌 它不跌 那我反问各位 那你为了赚那一点点 要冒险吗 因为我不知道它会去哪里 对 但是要冒险 好 那我们看一下 3675的得尾 好 3675得尾 它也是突破之后 那你发觉我们回到日线 好 看日线 日线来 你会发觉突破之后有高点 突破之后有高点 可是你看最近它还是慢慢回来 因为你要提防的是什么 人家随时会有获利了结 对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会超过 因为1比1是最少满足区 突破超过一点点是正常的 因为但是人家把筹码要换手要出 要有人接手 那我都会提起来 你不要再追了 老一些红炭 你再看6411的经验 6411的经验 我们算起来大概130.9 对 1比1 那来到133 够3块 你有必要为了够这3块 去冒险吗 没必要 空手的真的没必要 你说我在低档买的 你就停一点往上移 可是到了这部分 我觉得是应该把它换股操作 换到为什么 我们刚才提到说 你看我今天打信号的时候创为 这不是刚站上的吗 你去找这个刚站上的 因为你只有一套资金 这样去复制 包括今天我也多一档新的 这个机器也很低 很低很低 华兴集团里面 华兴科 是 后面也有机会做出一个大的波段的走势 等一下 我技术限制再仔细来讲 好 提醒同学们 这张表格上面有不少个股 是有这个搭上很热的车用题材 而且位阶低的啦 那另外有一些个股是 已经有准备突破颈线 或是站上颈线在发动当中的 那怎么样来拉回找买点呢 做出一个比较安全的投资策略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邓老师的大头娃娃喔 这QR Code用手机扫一下 那相关的个股的观察 轮动的方向 节奏怎么抓 怎么样来做这个 比较安全的介入跟停力停损呢 都可以跟老师来做请教咯 好 老师今天有一些新增的股票 那我们从K线来观察 好 那鸿海我快速的讲一下 短线上107 碰到107要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就是要看同学们 如果你的鸿海 是在100块以下买的 你107可以稍微调节1 2 等它正式的整理结束后 再冲一波 那长线是没有问题的 长线是要挑战116的 对 好 好 再来经验 我们说过 为什么当时我会把这个锦线 我想明均都会配 104点 算起来 刚才算过就是131点 130.9 觉得算131 已经到了 到了我就建议不要追 为什么 因为KD很快 冲到80了 再追空间不大 那持有的我觉得 可以开始见好就收 那往下走 为什么说你干脆把它移到这里来 你注意看 它的锦线在1 1 2 对 这一根119是周K突破带量收最高 这一周三周前 然后KD从低档纲交叉 然后有回来测一次颈线 回来测1 1 2.5 上个礼拜是 上个礼拜这一根就一直顶在1 1 4了 就没有低点了 也说我这个回测颈线 确认是强力的支撑 那我要走什么 走这1比1等距离 就很好算 74块9跟1 1 2这样一算 你马上可以算出来 大概将近37块 对 那37块加到1 1 2来 那就到了149了 就会接近150了 那150对过来这里是不是刚好有压力 那这边的确是要整理 是吧 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反而说120几去布局 你不如说120几去布局看目标接近150 那这个空间是比你现在去追经验来得好 差很多 而且风险差很少 而且你看到是什么 都一直在复制给你看 是 一突破颈线走1比1 从之前的德维到经验 到刚刚你看到的天狱 都在走这种路线 那你就顺着这样做 所以把经验钱换到创委是OK的 好 好 再来康普呢 我们上礼拜是提醒各位说 还没过颈线前 为什么就跟各位推荐 对 甚至在上礼拜还跌破100块 我们更大力推荐 因为100块来到颈线就 99块来到颈线就10块了 又让它突破颈线的话还得了 这一段你也算得出来 所以而且最重要是指标 是低档交叉 这个很重要 指标楼是交叉往下就不要 这个还是要搭配一下 好 要看指标是正向的 而且还没到80 对 都还没到颈线 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先布局 才能够享受后面的 这个整个追涨的力道 你都不用跟人家追 才不会去追高到 好 那这个是 同志也是 上礼拜我们在提同志的时候 也是在154上下 磨了很久 可是你发觉 颈线是165点 它已经慢慢上来了 对 今天最高163了 离这个颈线快了 所以这未来两三天 应该就会开始有表态的动作 那指标也是都在低的 对 KD MACD 而且你看DIF是慢慢增加 你会发觉最近量就维持在2000以上下 可是有的个股是不一样的 对 有重量 它是量有表态 然后整个力道是慢慢增加的 这就是告诉你说我要动了 我要动了 好 中暗针也是一样 颈线是还没过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要告诉各位 你等它过了再追也是可以 但是正常的 确认转向再追 那正常是你在颈线之下 搭配指标可以先布局 可以先布局 到了颈线 如果一旦突破的时候 那就是第二次的加码点 那反过来如果说 我供颈线供不过 那我在颈线之下买的 我短线可不可以换骨操作 可以 你可以换骨说已经刚站上的 这也是一种做法 就是以你的这个操作习性 好 对 看自己这个资金的分配 那衡药 六七点五 它是已经站上颈线了 那是刚好站上了 它站上今天收六七七 有在做回撤的动作 那这个是 这个就是在观察到明后天 明后天如果续墙 你可以买回来 对 如果说不墙 小赚你可以先把它换 没关系 好 因为有时候看一下 各个不同股票它的强路 那金星也是一样 景线还没过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 有人说老师他等太久 我可不可以把它抽回来 换到刚站上景线的 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宏价局台阳 可以 而且便宜 便宜 这个是可以 那我们看 作为党师华兴科 那华兴科各位特别注意就说 从底部到景线算了 这是九十块六 所以你一算这一段有十九块 好 那如果说他走W底 突破走十九块 是会到多少 109.6 好 对吧 对 如果走一比一到109.6 就突破了104.5 那会怎么办 对啊 这104.5是 又是另外一个形态了 复合式的头肩底 懂了 再来就是一大段了 理解 所以这是双重关卡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第一关已经站上了 W底先突破 走一比一 就会突破104.5 对 一旦又突破104.5 那就变成一个复合式头肩